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美老盆 昨天蒙特利尔地区下了第一场雪 冬天吃羊肉对身体很有好处 我们今天就展示一下我们的简单家常菜 烤羊排 第一步准备好这个原材料 新鲜的羊排是在Costco买的 橄榄油 柠檬 点盐 黑胡椒粉 自然粉 Abit Provence 把羊排清洗干净用厨房纸吸收水分 放两勺橄榄油 切开柠檬 挤出柠檬汁 然后把柠檬汁和橄榄油搅拌在一起 黑胡椒粉倒入一两克 Abit Provence 放三小勺 点盐 越三克 孜然粉 放越两小勺 倒入一部分混合好的这个柠檬汁和橄榄油 然后搅拌均匀 然后盖好盖子 腌制十分钟 同时把烤炉预热至400F度 在烤盘上铺好锡子 十分钟后把腌制好的羊排均匀的放到烤盘上面 然后放入烤炉中 第一次烤制时间十分钟 十分钟后取出烤盘 把托盘上的这个羊排翻边 再在表面涂抹上一层这个橄榄油和柠檬汁 然后再把羊排放到烤炉中 第二次烤制时间也是十分钟 十分钟后取出羊排 我们工艺简单的家常菜烤羊排就做成了 由于味道过于鲜美 我们家里的烤羊排长期实行限量供应 每人每次最多两块 这也是健康生活的需要是吧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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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